欢迎来到我们的2024美国总统大选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吴龙虎 今天,我们将关注特朗普在堕胎问题上的立场变化 这让反堕胎团体感到不安 甚至怀疑他能否继续赢得他们的支持 随着特朗普对体外受惊的支持 以及对佛罗里达州堕胎措施的模糊态度 专家们认为,这可能会使他失去部分选民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走进电影世界 尼克·基德曼在新片Baby Girl中展现了复杂的办公室恋情 影片通过独特的独立风格探讨了角色之间的脆弱与真实的浪漫 影片在威尼斯电影节首映,受到了好评 观众将看到传统情色剧的对比与真实的尴尬时刻 最后,我们关注哈里斯的筹款情况 他在小额捐款方面表现优异 筹集了超过540百万美元 显示出政治融资的趋势正在发生变化 小额捐款者的支持正在成为候选人成功的重要因素 哈里斯在这方面领先于特朗普 展现出他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的强大竞争力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Yahoo US报道 唐纳德·特朗普在过去两周内逐渐放弃了多个反堕胎立场 这一举动引发了反堕胎活动人士的警告 认为这可能会疏远长期支持他的选民 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如果当选,他将支持政府或保险公司覆盖试管婴儿 这一政策遭到反堕胎运动的反对 此外,他还暗示将支持佛罗里达州恢复多胎权的投票提案 这与他过去的立场相悖 尽管特朗普的竞选团队试图澄清他的言论 但分析人士认为 这种模糊的策略可能会让反堕胎选民感到失望 尤其是在民主党候选人卡玛拉·哈里斯的强势挑战下 BBC的报道中 尼克·基德曼主演的电影Baby Girl 展示了一段复杂的办公室恋情 导演哈里纳雷 因通过这部作品揭示了人际关系中的混乱与真实 基德曼饰演的角色在事业与婚姻之间挣扎 展现出他内心的渴望与矛盾 影片中的情感纠葛并非传统好莱坞的浪漫 而是充满了真实的脆弱与尴尬 基德曼在片中毫不低眼识地展现了角色的脆弱与不安 让观众感受到角色的深度与复杂性 影片在维尼斯电影节首映后 受到了观众的热烈反响 展现了人性中真实而不完美的一面 Yahoo! US的另一篇报道中 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 在接受CNN采访时 回顾了他儿子古斯在民主党全国大会上的感人时刻 古斯在观看父亲的演讲时 情绪激动 泪流满面 表达了对父亲的骄傲 沃尔兹对此表示感激 认为这是作为父亲无法想象的珍贵时刻 他强调 古斯的反应让他意识到家庭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 并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经历 激励更多家庭面对挑战 沃尔兹夫妇还分享了古斯的成长经历 强调 他的特殊情况并不是障碍 而是他独特的力量展现了他们对孩子的深切关爱与支持 Yahoo US报道 前美国青少年小姐参赛者凯特琳·厄普顿 对副总统候选人J.D.范斯 在社交媒体上冲发他2007年尴尬视频的行为表示失望 厄普顿在X平台上发文称 17年后这一事件仍被提及 令人感到遗憾 并呼吁停止网络欺凌 在CNN的采访中 范斯拒绝为这一行为道歉 声称他只是发布了一个笑话 尽管他对厄普顿的遭遇表示同情 厄普顿在过去曾经历过抑郁 甚至有过自杀的想法 这段视频对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阿尔贾兹拉报道 阿富汗难民的声音在美国2024年总统大选中被忽视 尽管他们的处境与选举息息相关 27岁的纳斯林代表许多在美国的阿富汗人发声 呼吁候选人关注那些曾为美国工作的人 自2021年美国撤军以来 阿富汗的局势急剧恶化 许多曾与美军合作的阿富汗人面临生命威胁 尽管拜登政府在处理移民申请方面有所进展 但仍然有大量申请者等待审核 许多人在美国境内感到不安和失望 南华早报报道 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 降至202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根据密歇根大学的调查 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为2.8% 显示出经济信心的微弱回升 随着11月大选的临近 消费者情绪的变化也反映出政治因素的影响 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支持者情绪出现明显分化 民主党之持者情绪上升 而共和党支持者则有所下降 调查结果显示 消费者对副总统哈里斯的支持率上升 超过了特朗普 这一变化可能会影响即将到来的选举结果 纽约时报报道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与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总统竞选 正在围绕即将于9月10日举行的首次辩论的规则 展开激烈争论 特朗普对辩论主办方ABC电视台的公信力提出质疑 并对哈里斯的辩论请求进行攻击 认为他在寻求借口退出辩论 相反 哈里斯的团队则希望在辩论中保持麦克风常开 以便能够自由发言 保守派评论员指责哈里斯的请求为摇摆不定 而自由派则认为特朗普是在找借口逃避辩论 称其为软弱 BBC报道 一名自雇商人因在布里斯托尔市中心的骚乱中 对一名女性出拳 并向警方投掷罐子而被判入狱三年 36岁的阿什尼·哈里斯在骚乱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法院播放的录像显示 他与警方和反对示威者发生冲突 甚至鼓动其他人参与暴力行为 法官在判决时指出 哈里斯在抗议活动中表现出明显的公毅 激性 并参与了持续的暴力行为 他是第11名因骚乱被判刑的人 骚乱的背景是有关南港三名年轻女孩 被杀的虚假信息在社交媒体上传播 半岛电视台报道 自卡玛拉·哈里斯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以来 他的筹款活动取得了显著成功 短短一个月内筹集了约5.4亿美元 创下了政治竞选筹款的记录 哈里斯的竞选团队表示 631,000名小额捐赠者为其筹款提供了约42%的支持 显示出他在小额捐赠者中的强大吸引力 尽管哈里斯在整体筹款上领先特朗普 但在小额捐赠者的支持上 特朗普也表现不俗 分析人士认为 社交媒体和数字技术的应用 使得小额捐赠在政治竞选中变得更加普遍 未来小额捐赠者是否能在政治影响力上 与大额捐赠者竞争 仍然存在不确定性 美联社报道 前总统特朗普定于周五出席 自由妈妈组织的年度聚会 该组织致力于在K12课堂中 去除LGBTQ+,身份和结构性种族主义的相关内容 同时 副总统哈里斯的竞选团队宣布 启动一场超过50站的生育自由巴士之旅 旨在激励选民在11月的选举中投票 首站将在特朗普位于佛罗里达州的家附近举行 特朗普在密歇根州的一次活动中表示 如果当选第二任期 他希望让试管婴儿IVF治疗免费 但并未详细说明如何实施这一计划 哈里斯在其总统竞选的首次重大电视采访中 为自己从一些更激进立场的转变辩护 强调自 己的价值观没有改变 尽管他不再支持禁止水利压裂和非法入境的去行事化 哈里斯的竞选经理表示 此次巴士之旅将与选民见面 强调此次选举对生育自由的重要性 并展示哈里斯·沃尔兹的愿景 与特朗普的计划之间的鲜明对比 谢谢您的收看 下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已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lute.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playtension streets bleeding chains with modern beats cities rise and towers peak new dog brakes insane bold and sleek from the great wall to shanghai congress moves as kites fly high tech and trade is all in play future shines brighter every day great dragonball chains the cars marching from the mighty force oh oh new era, new way Fast paced day History may In full display Politicians make their plea Voices blend in harmony Policies for growth and peace Ambitions never cease Dreams of silk and digital Bridging gaps from old to new Fortunes build and bonds renew Nations strengthen bold review Traditions hold but minds explore East beats west and knowledge door Complaced world they navigate China's power demonstrates From the Great Wall to Shanghai Progress moves as kites fly high Tech and trade it's all to play Future shines fire every day Great dragon roars change the course Mondry strong with mighty force New era, new way, fast paced day History made in full display Politicians make their plea Voices blend in harmony Policies for growth and peace Ambitions never cease Dreams of silk and digital Politicians make their plea Voices blend in harmony Policies for growth and peace Ambitions never ceas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